總歷年將要到了綜藝界的主持界大哥大姐撒紅包 犒賞工作人員 根據調查呢 在今年給出最高總金額的是 已包出了600萬元紅包的藍心梅奪下了冠軍 那麼雖然藍心梅在去年手上只有一個節目 但是呢她擁有5家的餐廳 還有運動品牌的代理權 她說呃員工一人1000塊啦 算一算也是要600萬元 去年呢影義1260萬元 位居於綜藝主持總收入排行冠軍的吳宗憲呢 她則是預估了要發出400萬元的紅包 那麼至於去年收入總排名第二的胡瓜說 除了節目的工作人員 還有長期配合的製作公司 紅包應該是跟去年差不多大約是200多萬元